什么叫侧切 什么叫侧搓 它也可以叫侧切 也可以叫侧搓 第一个关键点就是 你得摩擦到球的右侧面 就跟勾手发球一样 你摩擦到球的右侧面 你看 我慢慢给大家搓一个 它相当于是侧向摩擦出去的 所以你怎么用力 它不容易出界 但是你要直推 你要知道这是非常练手感的 尤其是比赛一紧张 再一搓出这种 搓到这个位置的球 你是很难控制的 你很容易出界 你现在是在一个无压力的状态下 对不对 所以它关键点 这球我给大家别用力 无论你是直板还是横板 无论是拍形平还是拍形立 上来的时候就把这个拍面 这个拍面我们昨天交的正常搓球 是不是冲向球台前 现在我们得朝向球台左侧了 拍头这个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精髓 它是指向直线位置的 发现没 指向这个位置 对 但是我正常搓球 它应该指哪 它指向右边的 对 它这样的话 你看这是正搓 包括你挑球 拍头它也是指向这个位置的 你一发 你看你一发 对不对 我搓球它也是这样的 但是侧切不是 为了让大家记住更好的一个方法 我们的拍头再上来 无论是直板还是横板 大家拍头指向的是直线位置 而不是侧面 不是右侧方 是侧面 那么整个拍面对角线 冲向对角线 那么在搓的过程中 它跟我们以往由后向前 由上向下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它的方法是什么 你看 在这个角度不变的情况下 向侧前方用力 不是向前推 你看从这个点 向侧前方用力 这么摩擦 相当于侧向摩擦 而不是由后向前了 为什么不能由后向前 球们 因为由后向前 你看你搓这个点 它特别容易出去 就刚才帅 一加力 它就出界 一加力它就出界 但是你这么摩擦 你看小三角 对啊 线路很刁转 我跟你说 这球最好搓的是什么 左侧拳 对 对方一发这左侧拳 正好顺旋转 你过去 这效果我跟你说 太好了 但你得练啊 因为这个动作结构 跟我们正常动作结构 是不一样的 它相当于 我慢点做 你看 球我们看一下 相当于 一 就是你 你这个一定要找好 两个这个角度 拍头对直线 拍面对斜线 是吧 第二呢 就在用力的时候 向侧前方用力 这么用力 这么用力 哎 这么用力 对 有点像勾手发球的感觉 直白也是这样 但大家要注意一个 什么问题呢 就所有的台内球 一定得沉肩沉肘 如果你是这么错的 你看 这也不行 这种手臂一跟上 来发一下 它就容易高了 所以在沉肩沉肘的基础上 就这么大动作 你怎么侧向摩擦 它都不容易失误 嗯 这就是侧切 中路也可以侧切 但是中路的侧切呢 一般我都切反手 哎 你看 求我们看 我拿横板错 这个也非常 它就能破解旋转了 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大家可能一劈长 是不是经常就会出戒 对 一用力就会出戒 但我不用力 它还被对方拉死 是的 所以像这种方法 相当于就是我教大家横向摩擦的感觉 你看 你怎么侧切 它也不容易失误 非常晃一个动作 特别晃 尤其你看 你揭发球站中路 如果你这么挫 它就能看出是直线 但如果 它就不好判断 对 这个 你都要选 你都要选